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过来听我这次分享,然后今天分享的题目其实就是 Kubernetes Scheduler的设计与实现,然后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毕竟我也只是个无名小组,然后我是Driven,然后目前在Kubernetes Scheduling这个团队工作, 然后目前是6月份的reviewer,然后主要参与Kubernetes日常的调查器的一些开发, 然后包括一些review啊,proposal的review啊。 然后说哪啊,主要在Kubernetes Scheduling Team做那个reviewer,然后这是我自己的相关介绍, 我的GitHub和我的博客都在这儿,然后如果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点击看一眼。 然后今天主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会帮助各位了解Kubernetes的调度器从1.0到目前的演进的过程, 然后了解Kubernetes的调度器不同时期的设计,然后掌握从propos从创建到执行到running的这么一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其中我们会详细介绍Kubernetes这种pods的调度过程,就是Kubernetes它是怎么把某一个pod从多个node中选择出最合适的,然后就进行调度。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介绍Kubernetes调度器未来的可能的一些发展方向, 以及如果作为Kubernetes的使用者或者开发者,你应该怎么从社区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然后完成一些工作。 如果你对这篇这次分享有任何问题的话,当然这是对录博的同学来说。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文章的评论区,然后留言。 然后你会在最长12小时你得到回复,然后平均回复时间三个小时。 然后为什么说12小时呢?12小时可能是因为我睡着了,如果早上看到,我应该回复的。 那今天分享的大哥大概是这样,就在Kubernetes架构设计,然后组件,调度器设计,调度器实现,调度器扩展,简单看着它就可以了。 然后Kubernetes调度设计呢,其实是今天怎么说呢? 既然我们讲Kubernetes可能要简单聊一聊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聊,它大概是怎么回事。 然后Kubernetes调度设计主要,Kubernetes主要遵循以下的这几个特性嘛,进行设计。 一个是声明式接口,一个是显示接口,大家这部分简单看一看就好了。 然后这个是整个Kubernetes这么一个架构,然后其中包含这么五个组件嘛。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CubeAPS Server,CubeScheduler,EDCD,还有CubeControllerManager, 还有CubeProxy,这个CloudControllerManager对于我们都是开发者来说,我们是基本上是接触不到的。 这个怎么办? 这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接触不到的,然后除非我们是民平台开发人员,要不然我们是不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是Kubernetes从我们创建Port到Port运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首先是我们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们基本上都会与这东西交互,我们使用功率就叫做CubeControl。 CubeControl它一般使用Apply或者使用各种命令,然后它会把一个YAML文件通过API的形式,然后调用CubeAPI Server的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这个服务它会跟ECD进行交互,然后它会把你的更新传到ECD上。 然后其他的所有组件其实都是通过,CubeControl中有一个组件叫Informer,大部分都能通过Informer的形式与CubeAPI Server进行沟通的。 然后一旦,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创建了一个POD,然后这个POD创建的通知会被传递到所有的这些组件上。 如果组件监听了POD创建事件,它能做出现象的响应。 比如说我们创建了一个在CubeControl上的资源,创建了Deployment。 Deployment的话,它会先在EC中创建一个对应的对象。 然后CubeAPI Server会通过在这里的长连接通知到CubeControllerManager。 ControllerManager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DeploymentManager。 这是一个DeploymentController,它是一个控制器。 它能够根据我们创建Deployment生成一组我们指定的POD。 然后这些POD也会通过CubeAPI Server存储到ECD这个存储引擎中。 然后CubeScheduler它会接收这些POD创建的这么一些事件。 然后它会根据它会拿到所有再创建的POD,然后把它们绑定到Node中。 然后绑定的过程它也是创建了一个对象,然后我们之后会看到是什么。 然后创建的对象也会通过CubeAPI Server去真正把POD跟Node进行绑定。 然后这个POD就会在某个CubeLate上进行创建,然后并运行。 但这里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创建过程。 然后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CubeNet的Deployment和POD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核心话题,就是CubeNet的调用器,它的一些设计原理。 空间的调用器其实设计总共经历了两个大版本的迭代。 第一个版本叫做基于位词和优先级的调用器,然后是基于Priorities。 然后第二个版本是社区中目前正在开发的调用器,它是基于各个框架,scheduling framework。 然后基于这个框架的调用器会逐渐替代原有位词和优先级的功能。 然后在未来的几个版本中,这个功能会不会完全下掉。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调用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这是基于位词和优先级的调用器的工作原理。 你可以看到,我们简单帮大家理解这个图片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有一个带调用器的POD,然后我们有一组需要集群中包含6个Node。 然后我们的集群中有两种过滤的方式,一种叫做Predicates,另一种叫Priorities。 Predicates的作用就是调用器,调用器其实比较好理解,它的作用就是过滤。 就是一旦它符合某个位置,它又是通过那个位置的过滤,一旦不符合某个位置, 它就不会,它就会被从代选的这个选择中删除。 比如说我们这六个Node,它在第一轮Predicates中,它会被,其中有三个Node会被直接终止。 因为这三个Node不满足,POD掉过条件。 可能的原因可能包括比如说CPU不够,或者内存不够,或者端广号被占用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些是POD必须满足的条件,也就是一些硬性的指标。 如果不满足的话,可能直接当前的调度就会终止。 然后当前的这些Node就会过滤。 然后经历了Predicates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过程,叫Priorities。 Priorities在最新的一版调度器中,它是使用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实现的。 它的作用就是对所有的节点进行打分和排序。 这个过程总共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Map。 Map的阶段就是为每一个Node进行打分。 比如说我可能认为,我认为一个Node是20分,然后Node4, 然后经过打分是40分,然后Node5结果也是20分。 然后经过Map打分之后,它的这个分数其实是怎么说,它是范围是不固定的。 它可能在任意范围。 但是我们会经过另一个阶段,就是Reduce阶段。 Reduce阶段会拿到我们过滤的所有的Port,就是Node145。 它会根据这Node145获取的分数20、40和20。 然后重新对这些分数进行Normalize,变成一个正常的范围。 在这个版本调游器中是0到10。 所以我们看到Node145打分就分别成了50和5。 所以最终调游器会为这个Port选择Node4作为最合适的节点进行调游。 这又是整个基于位置有问题调游器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省略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Predicate可能是有很多的, 它可能是一个串行可能有十几个甚至20个Predicates, 然后来验证我们的Port和Node之间, 是不是存在可以调游的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这个Map和Reduce, 其实就是打分阶段,它可能会,也可能是多个。 然后每个打分阶段都是有自己的权重的。 每一个Map加Reduce,我们叫Priority。 小Priority的权重。 乘以Map加Reduce后得到的这些分数, 就会得到这个Node, 对于这个Port来说每个Node的分数。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省略了一些Cubernetes的调游系统其他过程, 但是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先跳过,先不展示了, 我们在之后再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最新版本的调游系是基于调游框架的, 大概也是这样。 调游框架,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名字看出来, 就是框架,作为一个框架来讲, 它其实提供了更好的这些扩展性的功能。 扩展性体系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这一版本的调游系统, 我们所有的扩展的方式都是需要用户, 或者说developer自己去写手动去实践一些Priority, 然后要把这些用于注册到调游器中进行执行。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你要修改调游系执行逻辑的。 但是在scheduling framework中,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插件化的调游管理方式。 你可以看到调游框架中有这么多的, 这么一个我们叫做扩展点extension point。 extension point就是比如说Qsalt, 就是对Node进行排序的这么一个扩展点。 它的作用就是对我们调游器, 调游队列中的NodePos进行排序, 就哪些优先机高我们会先调游, 或者哪些创建时间走我们可能也会先调游。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出现有两个, 一个标黄色的阶段叫做prefilter跟filter, 还有三个标绿色的阶段, prescore,score和normalizedscore。 然后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黄色和绿色其实分别对应了我们在predicates 和priorities中的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为此一个优先级。 它们的作用其实也是对Node进行过滤, 和对Node进行打分。 然后其中score的作用, 跟priorities中的map是完全一样的, 而这个normalizedscore的作用, 跟这个reduce的作用又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 但是除了这两部分之外, 然后coordinator还增加了, 包括qtout在那里reserve, permit, 然后各种bun的相关的扩展点, 然后以帮助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调游器。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图片中包含了两个cycle, 其中一个叫做scaling cycle, 就是调度循环。 然后其中一个叫binding cycle, 这两个cycle的作用和执行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scaling cycle它的执行是完全串行的, 就是每一个node, 每一个pod它都会依次进行调度。 然后binding cycle呢, 它就完全不一样, 它是可以并行执行的。 scaling作用是为node, 为pod选择node, binding cycle的作用是去apply这次调度决策, 就是把node和pod的绑定关系, 真正应用到我们的集群中。 然后其中一个能够执行一些绑定pvc, 就是绑定我们的这些持久存储, 这些volume的一些内容。 然后可以看到, 通过scheduling framework的扩展, 我们的combinator调度器, 能支持更多的这些扩展的时间点和更多功能。 然后目前的combinator调度框架, 其实它的实现还不是特别完善, 目前1.17种是处于alpha版本, 目测1.18种它也不会开发完, 然后有很多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combinator调度器的实现。 我们看调度的实现, 主要看以下的这几部分, 这几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我们历史版本的predicts跟priorities下面, 它是怎么进行调度的。 第二部分是scheduling framework, 现在它是如何进行调度的, 然后包括我们的优先, 我们的优先级队列和我们的combinator extender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可以在这之前我们来, 我们带着这么一个问题去理解我们 combinator调度器的实现原理就是pod 从没有绑定node到真正绑定node, 然后调到某个集群上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行。 我们在这里会介绍几个版本的combinator调度器实现, 然后我们大概会看三个版本调度器实现, 可以在这里找到, 这个是H5里面的reference, 这里能找到几个版本调度器, 然后我们分别看V1.0.0, 然后V1.14.0, 还有目前Mask分支的调度器是怎么实现。 然后在这里看这个代码, 我不会用什么编辑器, 也不会用terminal, 然后就帮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怎么能对吧, 这个阅读原代码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然后希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帮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帮大家去过一遍这个流程。 然后V1.0.0的版本, 其实是调度器最早的一个版本, 然后在这个版本调度器, 它的实现还是, 实现就已经是使用这个基于, 基于位词优先底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Quality Plugin PKG, 这个下面有一个Schedule的文件, 然后这个Schedule.go, 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这个调度器的, 调度器的入口。 然后调度器, 你可以看到这调度器的实现还是非常简单的, 只有这个160行不到, 然后调度器, 它有一个new方法, 创建调度器本身, 然后有一个run方法, 这种调度器, 可以看到它起一个goal routine, 然后它去运行这个Schedule 1的方法, 然后Schedule 1的方法就是, 最初版本的调度循环, 这个调度循环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的实现逻辑。 首先是,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 获取一个next pod, 获取下降代调度的pod。 然后呢, 我们调用了这个config, 有个ergoism, 有个schedule, 看一下这个schedule到底是干嘛的, 诶, 怎么出来, 怎么出来, 行吧, 这个schedule既然出不来, 那我们就, 什么东西, ok, 等一下啊, 这样可以吗? 这样还挺大, ok,好, 啊, 啊, 说到哪儿了, 对, 然后next pod, 其实这个代码1.0.0, 我也没有怎么看, 我跟大家一起来过一遍, 看一下这个调度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这个next pod, 猜一下它应该是获取下一个pods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有一个schedule方案, 那是调度, 它返回这个什么东西, 不清楚, 然后这个binding对象非常关键, 然后我大家简单说一下, binding的作用就是绑定pod和node, 然后, 之后呢, 这个绑定关系, 调了binder, 然后, ok, 行, 然后我们来简单, 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到, 这个调度的执行过程是这个next pod, 然后获取下一个带执行的, 是带调度的pod, 然后调schedule, 获取这个目标node, 然后准备一个binding对象, 然后再去, 在一个locked action里面, 去调这个binding方法, 你估计去apply这次绑定操作, 对, 这个是个interface, 这里面一会大家会给大家看, 然后最后我调这个seum pod, 这边也不知道干嘛, 现在, 然后我们来从头看吧, 这部分我就不看了, 最后因为1.0.0, 我们简单过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schedule到底是什么, schedule其实是个genericschedule的一个interface, 看有人已经说了, 然后这个在pkg, 在plugin, 直接搜一下吧, 大家可以直接这么干, 直接点schedule,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 你就可以这么搜, 我基本上都, 基本上最终都可以找到, schedule, 哇太多了, 那好吧, 找不到, 好吧, 那我们用这个, 既然我猜要在哪,pkg, 然后, 1.0.0, 1.0.0, 1.0.0, pkg, cubescheduler, app, 完了, 要翻车了, scheduler, arroism, 这里有一个scheduler interface, 这是个什么东西, 呃, 这实现那个schedule方法, 什么玩意儿实现它呢, 看一下啊, Genericscheduler在这儿, Genericscheduler, 搜一下schedule方法, 好, 这个schedule方法找到了, schedule方法它干了什么呢, 这有个什么, mini list, 这是个干嘛的, 什么东西, 我们从来没见过, 好吧, 不用玩了, 不是的, 然后这有一个, 它传入了一个pod, 然后传入一个list, 然后掉一个find the nodes that fit方法, 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干啥啊, 这个函数你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predicate, predicate的作用, 那传了一个pod进去, 然后传了一个, 呃, 传一个node name, 然后, 呃, 那传了一个fit, 看看它能不能在这个pod上进行调度, 所以这个find nodes that fit, 这个这个,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说, 我们从选择一个pod, 然后选择一组, 估计是选择一组nodes, 然后看一下哪些nodes是可以被过异掉的, 然后回到现在这个方法, 然后priority nodes, 也估计就是最原始的版本, 你看到它执行的这个priority function,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在最原始的版本中, 我们的优先级的这个这个这个算法, 这个algorithm, 它是不区分map or reduced的, 然后它只是呃, 呃, 它传了一个pod, 然后传一个node, 然后它会同时执行map or reduced的所有过程, 好, 这里我们就简单就跳过了, 大家可以感兴趣看一下, 毕竟这是1.0.0版本, 我们就呃, 不不不细不细介绍, 然后我们主要介绍这个1.14.0, 啊, 比较成熟的这个这个版本, 1.14.0, 啊, 这个版本掉漏器, 其实它已经经历了, 呃, 两次重大更新, 一次更新就是, 加入extender, extender我们之后会简单提到, 然后另一个更新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 它拆分了, 它progress拆分成map or reduced两个阶段, 哦, 这个, 这个相对来讲, 比之前要复杂很多了, 我们可以直接从, 呃, 掉漏器的入口来看, 所有cubernetes中, 这些可信任文件, 其实都在这个CMD文件下, 你可以看到, 下面有非常多, 比较熟悉的一些, 一些名字, 比如说Cube API Server, Cube Proxy, 还有这个Cube Scheduler, 然后还有就是Cubelet, 然后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Cube Scheduler, Cube Scheduler这里面有一个scheduler点, 够这么一个, 一个文件就点开就可以了, 从那儿可以看, 然后这里面调用一个newscheduler的command方法, 这个, 给大家更新的这个东西还非常方便呢, 你直接来看, 这里面干了啥, 然后, 然后, 创建了一个command, 这有一个cubescheduler, 然后有个runcommand, scheduler, 然后点击去看吧, 嗯, 这个什么东西, 有个run方法, 下面这玩意儿吧, 啊, 然后在这个cmd里面有个run方法, 这个run方法里面这个scheduler.new, 其实就是创建了一个新的调剂实例, 然后这个调剂的工作原理, 其实你说他就调schedule点, 得run方法来启动这个调剂,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个run方法到底干啥, run方法, 这里面他执行了这个调剂对列scheduling queue,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跟1.0.0版本完全相同的这个命名, 叫schedule1, schedule1就是我们调剂循环嘛, 看一下schedule1, 这个函数的实践就比之前复杂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嗯, 在这个版本中, 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 他有这个scheduler, scheduling framework的一些影子了, 比如说,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最新版本的, 呃, Kubernetes的调剂器, 它的实现原理, 它是基于Kubernetes的,呃, 调剂框架, 嗯, 然后我们能找到, Errorism也是一样的schedule方法, 然后他在也是在generic scheduler里面, 这个里面实现了, 更能调剂逻辑,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里面, 有一个, 什么东西, snapshot, snapshot应该是获取当前集群的node状态, 然后, 那执行的pre-filter, plutins, 哦, pre-filter, plutins,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还有一样的方法, 叫find nodes that fit pod, 看一下这玩意干嘛, 嗯, 这是pass filters, pass filters, pass filters, pass filters应该指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node进行过滤, 看一下这个函数, 里面的执行和哪些, 哪些功能, has filter, 嗯, pull, process filters, 看到这有一个check node的这么一个lambda,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匿名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调的这个, pull, pull, filters, unode, 这个方法就应该是真正做过滤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方法, 哦, 可以看到, 这里面执行的这个, run filter plug-ins, run filter plug-ins, 其实就是已经是我们的, 啊, cognitive 调度框架里面的一些, 一些提供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执行, 这个过程, 刚才我们看到pre-filter这个阶段, 然后现在执行的filter阶段, 然后去对, 耗尽过滤, 然后, 然后看一眼, 过滤之后, 回到上面, 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出现了, 我们跟他提到这个, cubernetes的extender, extender的作用, 其实就是也是一种cubernetes的扩展方式, 但是它是使用, API的方式进行扩展, 所以相对, 内置的这种, preditas and priority, preditas相比, 运行效率是, 相对来说比较慢, 因为它需要走网络, 它需要走网络, 行, 来找到这个东西, find, nose that fit, prioritate, pod, 然后经历了这个, pod过滤的过程之后, 然后我们就会经历这个pre-score的过程, pre-score, 其实就是做一些score前准备工作, 然后我们再看到, 它执行priority nodes, 这个是对, 跟之前一样, 也是对nose进行排序, 这里面执行这个runscore plugins, runscore plugins, 就是对, 跟我们之前preditas的, 这个这个这个完全一样, 跟这个map过程完全一样, 它只是, 对单个nose进行打分, 然后, 获取一个分数, ok, 这下面就是extended前关的代码, 我们暂时先不管了, 我是不是看错了这个东西, 行,先看这个吧, 然后回到这边来, 执行完score之外, 然后selecthost, 这个是选择nose的过程, 然后选择nose的过程, 就会从我们打分的这里面, 这个这些nose中选择一个分数最高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ifmaxscore这些代码, 然后他他从, 我们这个nose list里面, 选择了分数最高的nose, 然后再返回, cline node, ok, freescore, 然后score返回, schedule过程应该结束了, 对,schedule的过程, 其实就是, 传入一个pod, 然后他调度器做出一个调度决策, 然后这调度决策, 它返回这个schedule result,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 呃, 一个nose name, 然后整个,呃, 整个这个调度的循环, 基本上结束了, 调度循环, 其实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没有出现任何调度, 现在基本都是串行的, 然后基本都有这个, 呃, erogism里面这个对应的, gneric schedule, 实现, 然后调度就用这个schedule方法, 然后在schedule之后, 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case, 比如说, 我们那个调度可能会触发抢占, 比如当前,呃, 集权的资源不够, 或者说有一些高优先级的, 高优先级的, 啊, pods需要先调度, 他能会选择一些,呃, 优先级较低的pods, 呃, 呃, 旧级较低的pods进行抢占, 这部分功能, 我们就不详细介绍, 我们直接跳过, 嗯, 接下来, 看这里执行的这个, assume volumes first, before assuming the pod, 就是说,呃, 我们pod在进行调度到某一个node之前, 其实我们是需要先把这个volume, 和这个卷, 这些持久的这些词盘, 挂到这个, 这个节点上的, 然后band的支撑就是这个作用, 然后他支撑reserve, reserve plugin去提前去维护一些资源, 呃, 这个因为, 因为pod的绑定, 虽然他的调度过程是串行的, 然后他的决策都是,呃, 对于每个pod都会一次的事情, 但是,呃, 他真正去apply这个dell的决策, 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去绑定volume,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调一片server, 去真正实施我们这些决策, 所以说他可能需要去预先, 我们在reserve plugin里面, 去预先保留一些资源, 呃, assumepod的作用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还是你能看到, 他的注释里面就详细的说了, assumemodel, assumepod, 下廷no name, 他就是说他会把, 在这一行代码之前, 这个pod是他的no name这个属性, 是空的, 呃, 这一行会真正把这个suggestedhost, 就是调游器的调游决策, 呃, 传入到这个pod中, 就我们来看看这个方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 assume, schedule a cache, assumepod, 呃, 该获取一个podkey, 无所谓, cache, addpod, schedule cache, 这应该无所谓, 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assume.spec.no name, 等于host, 他就是直接把pod.spec.no name这个值, 制成了这个pod, 制成了一个host的值, 然后更新我们调游的缓存, 好,这也不用管了, 那我们继续, 接下来呢, 呃, 我想一下, 啊, 不对, 这个assumepod的过程, 他其实他真, 他只是,呃, 只是修改了pod本身的这个spec.no name的对象, 但实际上, 他没有运行到这个节点上, 呃, 这个promate plug-in,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promate plug-in的主要作用, 其实就是说,呃, 比如说一个, 一个, 一个pod, 它已经被调度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promate plug-ins, 来决定, 这个pod, 应不应该现在被, 被执行到某一个节点上, 这个plug-in的主要作用是, 它可以帮助我们实行一些co-scheduling, 或者,呃, 叫GAN-scheduling的功能, 比如对一些机器学习, 或者一些,呃, 计算密集型的一些, 一些应用场景, 它可能同时需要多个pod, 同时被, 同时被进行调度, 它可能有一个pod group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需要N个pod的同时被,呃, 或者说依次被被调度到某一个节点上, 这就是promate plug-in的作用, 它可以,呃, 它可以延缓一些pod的真正的调度过程, 然后就让它去等待一些其他pod, 都全部, 执行完, 调度的过程之后, 然后它们再一起被apply到整个cluster中, 可以看到,呃, 从这一行到schedule, schedule-1的方法第一行, 这个过程就是scheduling cycle, 然后, 剩下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binding cycle了, binding cycle可以说它就是, 完全是异步式解决, 我们会看到这里启用了一个, 一个新的购入器, 然后, 这个购入器里面, 其实,呃, 去执行的, 比如说,呃, 无论是我们的空间调度器也好, 还是构源调度器也好, 对于同一批资源, 来讲, 它,呃, 调度器看到的, 必须是实时的,呃, 或者说最新的资源, 这样才能保证调度的决策是, 是, 我们说调度的决策是, 就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 我们多调度器同时去,呃, 同时去调度某一, 调度同, 调度同一份资源, 比如说我们可能启用, N调度器去调度够语言里面的CPU资源, 那么这个CPU资源一定会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选择加速, 那一定会带来这些,呃, 所带来额外开销, 然后造成性能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加速, 然后选择使用稍微,呃, 稍微这个不够实时的数据来进行调度的话, 调度决策可能就是不够准确的, 然后真正有一些调度决策会是, 会影响我们集群的整个集群的性能, CPU资源使用调度器也是完全是串行的, 串行的,尤其是调度的循环。 所以说对于每一个调度器来, 对于某一个,每个调度器的, 对于每个POD来讲, 对于它的调度, 它都会在这个POD刚开始, 获取一个新的snapshot, 然后它会根据这个snapshot, 执行整个调度循环, 包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Predits跟那个位置优先级也好, 还是我们, 就框架里面的那个prefilter到reserve 这些阶段也好, 它的指向过程都是串行的, 它的过程,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对调器来讲, 我的看到的schedule的cache是完全不变的, 是一致的, 然后但是一旦调度决策被做出了,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异步并发的方式, 去真正去upply我们这些调度决策, 然后这个过程, 就可以通过下面的构定这些东西来完成的。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在码头, 到底都干了什么? 首先是我们wait on permit, 这个过程非常好理解啊, 因为我们在之前调用了这个run permit plugins, 然后它可能会等待一些调度条件, 真正被建立或真正满足, 比如说我们可能多个pod同时都已经完成调度, 这个时候调度器认为, 好, 你这一组pod它的调度可以去, 你们这一组pod可以真正去诺度上执行了, 然后所以在这里会调用这个wait on permit这个函数, 这个方法来等待我们的permit,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也是昨天还是前天刚加的, 然后也是一个新的interface, 然后接下来如果调度失败, 它会调用unreserve释放资源, 这个过程也非常好理解, 因为我们在前面保留了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自然需要去, 在这里保留这些资源, 我们自然会需要在某一些调度失效, 或者调中止的时候去结束这种的过程, forget pod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缓存中删掉一个pod,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在这里我们会bund volumes, 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先获取了这个pod的name, 然后获取了一个banding对象, 这应该是, 有banding info, banding info是个啥, 什么东西呢? 看看结果结果有啥, banding info, bunding info里有一个pvc还有一个pv, 好, 这里面拿到两个banding, 然后这里面互对应的pvc, 然后banded api, 定用apiserver, 然后把pvc绑定到这个对应的节点上, 然后ok, 这个过程应该就完成了, 所以就像这个猪师说的, 我们会在真正把pod在某一个路上进行直行之前, 我们会先把这些volumes绑定上去, 之后我们会尖调用这个preband plug-ins, 这也是相当于一个hook的一些extension point, 不多说了, 调schedule点band的方法, 然后再调用这个postband, 我们看一下这个band的方法, 就这个东西, ok, extender spending, 这个先不用管, extender spending, 看什么东西, 好,不用管, 啊, 这也是cubernetes extender的提供的功能, 我们先不想管这个东西, 看这个rem band plug-ins, rem band plug-ins, 其实现在都在这个schedule, 然后, 然后, framework, plug-ins这个里面, 可以在里面找到目前, 来说k8s项目内部的全部plug-in, 你总是得看到, 如果对k8s熟悉的, 我们可能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哈, 比如说这个service affinity, 比如说这个tint toleration, 啊, 他们可能有各个的功能, 我们简单看一看, 用不干了啥, pint toleration, 它的作用, 其实就是, 呃, 因为pod, 可能他有,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 他可能自己不想, 在某一些特定的课程上执行, 比如说他可能, 不想再, 标记了某些, 呃, 比如说他可能, 有些pod可能不, 不希望在, 呃, 那怎么说呢, 在windows上的机器上执行, 我的pod可能不希望, 在某些OS的, 特殊OS的机器上执行, 然后这些, 都会通过这个tint来实现, 那所以,呃,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 过滤, filter, 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实现了一个, find matching untoleratedtint的, 这么一个, 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要, 查找有哪些, 这些tint就是污点嘛, 这些污点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要查找到这些, 在, 在这个,呃, node上, 这个nodeinfo上,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满足, 我们不存在这些污点的这些特性, 如果, 如果存在, 那我们就固执到这个pod, 固执到这些node,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对吧, 使用这些node, 就这么简单, 然后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还有一个pre-score, score的过程, 呃, 然后对于, 那个, CoreX的tint来讲, 它有一些, 有一些, 限制式, 硬的限制, 有一些是软限制, 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必须要满足, 有一些东西是, 我不必, 不必需要满足, 这些, 不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core方式进行打算, 然后, 选择出那些真正, 我们, 对吧, 更偏好的一些节点, ok, 这些要简单看一下吧, 那么找这个, 刚才我们出的这个bender到底是干嘛的, DefaultBender, DefaultBender, 这个DefaultBender, 其实它原理非常简单, 它只有一个bending方法, 这个bending方法, 就是创建了, 在我们在1.0.0里面看到的这个bending对象,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耗的name, 然后里面还包含一个node name, 然后它会通过client set, 就是通过API server, 通过API请求, 然后把这个bending的这个对象, 然后去apply到集群中, 然后来真正, 来让我们这个整个集群的, 要觉得生效, 但这样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cronate的调漏器的过程了, 就最新慢慢的, 我们当然还简单看一下, 基于为此怎么实现呢, 基于为此, 跳转, 让它出了点问题, 1.14.0, 1.14.0, 1.14.0, 这里面有一个errorism, 好,直接来看这个, 来, scheduler, 1方法,搜索一下schedule, schedule1方法, schedule1方法, 完全是差不多的, 这边也是调了schedule, 那跳转的时候可能跳转到master分支的那个方法, 直接从这里找吧, genericschedule, schedule方法里面, 嗯, 或许也是先snapshot, 然后计算predicates, 看一下这个, 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这个predicates相关的关键字, 可以看到这里使用这个predicatesmetadataproducer, 就生成一个原信息, 然后调这个predicatesonnote, 这里面执行了这些真正的predicates方法, 然后去过滤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节点, 然后priorities方法呢, 就是这个也是一样, 回到, 下一个方法, 下一个方法, 我才看到了这个, 啊, node that fit, 然后打matrix, 没什么用, 然后插是不是一个node, 然后对, 然后在这里我们创建了那个优先级的原信息, 然后调这个predicatesnode这个函数, 看这个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不用管, 什么东西, deprecated, 对, 这个deprecated方法, 其实就是最最原始的优先级, 优先级的调度方法, 然后它只包含一个function, 它的function里面同时实现了map和reduce的功能, 然后在下面的这里面, 误点, 是这样的, 所以我最后再回答这个问题吧, 然后下面这些map跟reduce的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在较新版本的这个优先级里面的两个阶段了, 然后这个map就是对于每一个node单独进行执行的, 然后reduce的方法就是传入了这个node name to info, 这么一个map, 然后传入所有node,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两个例子, 看两个优先级和调那个优先级和为词的例子, 所有的这些, 这些历史版本, 这优先级和调度的, 优先级和那个为词的, 都在这个eroguism package下面, 这个package里面有这两个东西, 感兴趣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 我这也就简单简单说一下, Perticus,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比较常见的, 这东西就是一个比较比较常见的需求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使用deven site, 或者使用一些宿主机的端口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能想使用8080端口, 然后去对外暴露服务, 然后我们使用host pod的方式对外暴露, 这个时候我们的调窃会去检查你的pod, 当在所有的诺度上, 这个pod是不是已经占用了, 然后就会用到这个位词, 这个位词执行原理也比较简单, 我们简单过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从这个原信息里面看看, 是不是有这个pods的这个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手动重新去获取一下, 这个当前pod想要振用动口号,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从nodeinfo这个节点里面, 获取到已经使用的动口号, 然后我们来比较这里面是个存在冲突, 如果存在冲突的话就是false, 甚至那个pod, node是不可以调的, 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就, 如果可以调的我们就反复出, 这个例子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然后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优先级, 很多其他的为词, 比如说他会检查, 这个nodepid啊, 检查node的memory啊, 还会检查这些, 呃, 我看有人问这个, 这个pid会不会存在冲突,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checknodepidpressure, 它其实不是冲突, 它其实看pid是不是存在压力啊, 你可以简单看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这个是跟,呃, 这个东西是跟cubelet有关系的, 就是跟那个, 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就是很多很多cubelet的调器相关的一些这些为词, 其实都是受限于cubelet的一些检查, 包括我们常见的memory的一些, memory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pid也包括词换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由cubelet报出来的, cubelet会修改我们当前node的一些tint, 试换它的污点, 然后告诉你这些,呃, 但是最新版本是这样, 最新版本是这样, 那历史版本还是通过, 呃,这个checkpidpressure的方式, 通过nodecondition的方式去实现, 啊,你可以,具体你可以,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看这么几个东西啊, 可以看, 一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checknodepressure, checknodecondition, 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一个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checknodepidpressure, 看这两个东西, 你就了解他们是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 然后,啊,ok, 优先级的话,我们简单找一个吧, 现在感觉,呃,跟它一样的吧, 就是这个tint toleration, 看到这里面其实跟那个,呃, future其实可以看到是一对应的关系, 这里面有一个map过程, map过程有reduce过程, 然后我们在最新版本的这个再找, 找一下对应的这两个plugin, 10分钟, master, 在这里面你能看到这个normalize和这个, 不是score和normalizescore这两个方,这两个方法, 但是,然后在这个, 历史版本呢, 你就能看到map过程有reduce, 这其实就是一个cobernet的吊气, 实际上这么一个演进的过程了, 就是从历史的这种方式, 跟到现在这种使用插件的这么一种, 一种一种方法去做的, ok,行, 这部分差不多了, 那我们继续吧, 到哪来着, ok,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cobernet吊气的相关的一些组件, 相关, 我们主要谈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首先是这个反吊度器, 反吊度器是cobernet它项目优化, 就是服务化的这么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怎么说呢, 它的作用跟吊度器完全相反, 你可以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到, 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非常有意思, 然后它的, 比如说, 它的出现其实基于这么一种概念, 或者是理论, 就是说我吊度器的要决策, 是基于某一个时刻做出的, 它只是在这个时刻是有效的, 就是吊度器的这些决策呢, 一旦超过了某些时间, 那可能就失效, 比如说, 可能, 你当前, 有可能, 比如说你当前吊度器, 他可能不满足某些条件, 或者比如说, 你当前, 当前, 炮的在你的集群中出现了倾斜, 比如说在某些, 在某些, 某些区域内可能炮的比较多, 在另外区域内炮的比较少, 这个时候, 然后, 调度器本身是没法完成这个工作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额外的这种, 这种东西来, 来实现我们的功能, 比如说, 那个反吊度器的作用就是说, 它会解除Pod跟, 跟Node之间的绑定关系, 然后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几个常见的原因,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Node, 它的那个, 资源利用率不高, 或者比如, 对, 还有这个, 比如, 历史的调度决策, 它已经不再, 不再, 不再为真了, 然后或者某些tense跟labels, 会添加或者remove, 然后from这些node,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调度决策失效, 然后包括这些, 呃, 节点失效, 包括一些新节点, 往, 向那个集群中添加, 向集群中添加新节点,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调度决策失效, 呃, 这个其实, 这个概念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了解过, 操系统调度器的话, 操系统调度器里面有东西叫做, 呃, 叫中期调度器, 我刚刚讲过, 呃, 中期调度器, 对, 中期调度器其实是操系统调度器里面的一些概念, 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它是, 它会将一些不活跃的, 低优先级的, 这些, 这些进程, 或者线程, 从内存中移除, 然后其他进程释放资源, 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非常相似, 然后, 操系统调度器就像操系统的这个, 短期调度器, 就是它负责, 去为, 为这个, CPU, 哦, 对, 为进程, 就调度CPU资源, 然后为他们去建立这个绑定关系, 但是, 这个, 中期调度器, 呃, 就跟D-Scheduler比较相似了,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说, 把我们已经, 不在, 呃, 这个调度决策, 已经不在真的这些, 调度决策全部, invalid掉, 然后把他们全干掉, 然后, 那操系统, 还有另一个, 概念叫做长期调度器, 就Long Term Scheduler, 这个调度器, 其实在, CPU中也能找到, 相应的这些, 这些, 这些, 对应关系, 然后这个东西叫做, 叫做Admission, Admission Plug-in, Admission Plug-in, 然后这个东西也比较有意思, 它的, 目的就是说, 它是准入的, 就是它, 哪些, 哪些POD, 应该被, 纳入到我们调度器的优先队列中, 哪些不应该被纳入优先队列中, 然后, 你可以看到, 其实, CPU的调度器, 能, 能从, 操作系统中, 找到非常非常多, 这种相似的, 这种概念和设计, 这也是其实,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OK, 行,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 对, 然后, Discover这个东西是, 它是, CX Schedule Team, 服务化的这么一个, 一个项目, 它其实没有那么, 怎么说呢, 就是, 没有那么, 重要, 没有那么成熟, 然后它, 很多公司可能, 呃, 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然后, 可能维护它的人也比较少, 你看到, 从这个issues跟这个, PR也能看到这个, 对吧, 历史上, 很少有人会用过这个东西, 呃, 肯定会有人用到的, 这个东西也不会没人用, 毕竟它有这么多, Stars, 确实, 如果没有人用, 也不会有提这么多, 提这么多问题, 而且, 是这样的, 就是, Discover它做的这些调度, 呃, 呃, 它一定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的Deployment, 它会, 呃, 它, 它有多个POD, 它要做这个事情, 如果Deployment只有, 只有一个POD, 那这个东西, 就完全不会, 呃, 完全不会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你已经一定要研究好,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对这个事情的研究, 其实, 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主要参与的不是这个项目, 我主要参与的是, KPS, 呃, 主线, 这个东西我只是稍微有些了解, 比如说, 呃, 呃,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解决的问题嘛,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们你们使用的问题, 啊, 我看有人说, 用过叫我一般, 啊, 那我一个也不太清楚, 毕竟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然后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也是目前社区中比较, 呃, 常见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 批吊游器, 或者叫co-scheduling, 然后目前社区中有几个提案,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话题, 我给他发出来, 我给他发出来, 呃, co-scheduling, co-scheduling, 其实, 呃, 它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 它是一个, 它其实很早就有了, 包括, 更早期的一个项目叫做, Volcano, 这也是华为的, 啊, 一个老哥, 一个老哥做的, 然后目前, 之前是sceduling lead, 然后现在, 他已经step down, 然后, 然后, 现在他在做这个, 呃, 这个东西, 就是做P调度的, 而这个东西, 利用常颖, 其实就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tensorflow, 这种, 这种,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未来, 社区里面, 比较, 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 呃, 从调度器来讲, 我们能做的东西, 其实不是特别多, 那就是已经比, 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但是, P调度器, 可是一块相对来讲, 呃, 没有为人开吓的领域,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o-scheduling, co-scheduling, 其实是, 基于这个, 这个, 呃, co-scheduling framework, 最新版本的, 叫做调度框架, 去实现, 调度框架, 呃, 找到他的,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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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reddit, 然后同时调注, 然后, 里面引入了一个, Podgroup 这种概念, 然后他可能, 以一个Podgroup的里面能够含, 多个Pod, 然后, 这些Podgroup, 如果要一起被调度 一起被执行 当然这个proposal 其实是去年 什么时候起 其实我有点忘了 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目前 国内的社区 就是对这个事情 怎么说 有一些进展 但是进展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多 目前整个社区 所有调度器 所有 那个Sex scheduling team呢 人都在做这个框架 调度框架 是可能未来 这过去一年 或者未来一两年 可能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的目的 就是把调度器模块化 然后提供更多扩展性的功能 你可以从 K8S其他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你从容器 包括CRI 包括Storage CSI 就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扩展我们的 K8S的功能 但是调度器 其实一直以来 调度扩展性的比较差 然后 然后那个Bobby 还有这个 Bobby在18年 然后开始 去做什么 Sex scheduling framework 这么一个提案 Bobby是之前 更更早的 Sex scheduling的一个 一个一个例子 然后他是在我加入 这个 我加入 Sex scheduling之后 大概几个月 然后他就step down 然后换了一个 然后这个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核心的 一个 然后这里面包含了 整个Sex scheduling Sex scheduling framework的 全部的设计 它包含了 目前包含的 所有的extension point 扩展点 包括 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我们的motivation 目标是什么 然后 然后能看到 整个调度过程 还有每一个 extension point 应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Sex scheduling framework 目前处于一个 alpha版本 然后可能 短期内 可能一年 可能几个release 两个release之内 我觉得还可能会是alpha版本 因为目前 改用非常大 就是目前这个短本的proposal 可能已经有些过时了 因为有一些更新 它也没有被写到这个KEP里 然后目前整个团队 也在不断去design这个功能 然后未来一段时间 等这个真正稳定下来 会为整个 为下游去提供更多 更复杂的这种 调度策略 然后 Coscal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 有意思的点 就是多调度器 多调度器是 是基于这个scheduled framework 然后我在 我在这个PVC里没有写 就是因为 这个KEP也是 这几天刚提的 刚提出来的东西 给他一定找到 Multi 多调度器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多个调度器 然后他跟我们在什么 这个那个 编证员跟Linux中 调度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他没有对资源性分片 然后 他的作用其实只是 提供多个 多个调度器的配置 就是 他的 对他的调度还是串型的 然后但是他只是 提供了多种 定义的 定义的profile的方式 比如说 你之前 你只能使用 defaultscheduled的一种方式 然后你只能定义 一套 plugin 比如说 但是未来 当有了 我们有这个multi profile based的这个scheduled之后 我们可以 为调度器 同一调度器 去搞多套 profile 然后你可能在 为同一个pilot 他可能 可以使用不同的调度 profile 去进行调度 比如说你可以 搞一套 那个plugin 然后他专门去做 bash scheduling 然后搞一套调度器 专门是做 那个正常的这种 实时在线服务的 调度的一些 一些一些编排 大概是这样 这是这三个事情吧 就是包括 这个反调度器 反调度器目前 可能不是特别活跃 但是目前 p处理 p处理调度器 bash scheduling 还有这个multi profile 是 目前社区中 还是比较 那个常见的 比较 比较 就是正在做一些事情 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 如果对comperience的调度器 有观众同学 可能也了解过 另一个 一个一个 feature 也是我们调度器 不应该做的 叫做 event port scheduling ehancement 9点好 马上就搞定 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问了 我一会儿会一起回答 然后这个东西的作用 其实 这东西作用 其实就是 比较有意思了 它会 它可以 它的作用 就是说在comperience集训中 进行分区 然后比如说 我用label去标记一些node 比如说 我可能把abc三个 作为一个区域 然后把cds dce三个 不是 def三个节点 作为一个区域 然后我可以让我的pod 同在这两个区域内 就是平均的进行分配 然后做这么一个事情 我做这个事情 也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 然后感兴趣的人 可以看一下 目前好像已经 我们前几天 生的beta beta版本了 应该是beta版本 然后大概是这样 然后除了一些之外呢 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我从 参与cournalia教育器开发 然后包括了解cournalia 设计与实现 我学到哪些东西 我可以 我们可以从建立设计 其实如果真正不去做这些 cournalia开发的话 你去了解它的圆满 还是有些作用的 并没有说 但是真正你要想清楚 哪些东西是真正有用的 我从中的 我从中的体会是这样 首先我个人 从cournalia的调渠器设计 去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 在我我现在 我目前对调渠的理解是 就是在设 首先调渠器 一定是要 就是我在过去一年中 其实不仅做过工程调渠器 我做过其他调渠器 包括业务层调渠器 包括这种 直播那种调渠器 反正类似的 然后业务层调渠器 其实都基本上都是 可以抽象成两层 一层叫做filter 一层叫做score 就是过滤跟打分两个阶段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cournalia的调渠器的 这种设计方式 然后因为cournalia的调渠器 你有两个点可以学 一点是他用filter跟score 去抽象两个重要的阶段 第二个事情是 你可以使用插件化的方式 去组织你调渠器中 各种复杂的功能 然后我在我调渠器中 就是这么实现 我是通过 因为具体也有成绩 我都不说了 反正我会把我几个调渠层 然后分成不同的 不同的plugin 然后每一层都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第一层 我做一些最基本的 对吧 比如说按照质量去做调渠 然后第二层 我可能根据什么成本去做调渠 然后或者进行打分 是什么去做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cournalia中 它的这个 score framework里的一些interface interface 哪儿去了 哎 在这从这找 这个interface其实就是两部分 这个filter score 然后 哎 这里竟然没有 好吧 然后比如说这个score呢 就是传一个 就是这个pod 可能就是我们的调度的请求了 可能request 或者某一个用户 然后我们的node name 可能就是我们为用户分配的资源 比如说哪个 哪个节点啊 或者哪个IP地址啊 这都是有可能 然后可能 然后filter其实也是类似的 就是也是pod跟那个 也就是用户请求 或者是各种业务层的调度请求 然后还有我们的上下纹 其实都是类似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套 就是已经设计的非常完善的 这些套用到我们真正的调度 调度器的设计中 我自己 我自己在我调度器中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我把cronate这一套东西 移过来 我觉得这东西还是非常好用的 其实扩展起来也是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好做的 对 然后大概是这样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哪些可以可以学到的东西 就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做叫调度器 然后我其实能发现很多调度器之间的共同点 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说的 比如说我们从cronate跟 操组系统中 我们发现非常非常多的相似点 比如说不同调度器 不同的功能 然后它们都现在都是一一对应的 你最终可能会发现 很多很多常识 或者很多很多的设计 都可以从操组系统 或者从操组系统 找到对应的一些一些模块 比如说 比如说 调度器 你可以去 你要了解调度器 你可以去了解操组系统的 线上调度器 或者进入调度器 或者如果你想了解网络 你可以了解操组系统的 那个网络包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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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可以 然后 除此之外呢 我还学到这些东西 比如说社区里面是有一套 这可能跟本身从调度器没有关系的 我从社区中学到那些东西 我从社区中其实学到那些东西 比如说 因为控制的社区是一个分布式的社区 然后这个分布式的社区 它的成员是来自全球的 然后可能别人来自美利坚 然后来自什么欧洲 哪人都有 可能 沟通起来是比较 最开始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会比较痛苦 你可能经常 你今天 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 然后看到别人给你回笑 你回复之后 然后你可能隔一天 你才拿到对方的回复 隔十一个小时拿到对方的回复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就需要你能够在 你的 无论是在slack也好 还是在getup的issues里面也好 comments里面也好 你要把你的问题描述的非常非常清楚 就像写一篇小作文一样 然后解释你的问题 解释你的设计 你的期望 解释你的设计的利弊 这样能降低你美国工成本 第二个视频我取到的是 互联系的社区 作为一个目前还比较重要的看见项目 它内部的开源的 就是这些这些系统其实非常非常 它本身非常复杂 而且它有一套非常非常复杂的测试 跟运维体系 如果你参与过K8S的话 我有没有一种体会 就是有的时候你经常发现 K8S的测试用力挂了 这个时候整个社区比所有人的合法代码 然后你只能在slack里面 就add那些 那个uncode infra的那些人 然后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测试挂了 你们谁来看着修一下 就经常有这种问题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作为一个这种开源项目 你就要保证稳定 因为你要对所有下有负责 然后但是这些自动化的测试流程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也是值得我去学习 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工作跟测试流程 然后包括都是基于这些github comments 还是比较有意思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对 然后最后是我参考文献 这次之后我发到那个github的 之后就是这些github这个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就是什么scheduling framework的 对吧 这个框架 然后之前了解的k8s架构 然后包括教育系统 其实我这个分享拖了一段时间 一直就是因为我这篇文章一直没写完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对吧 把我之前的知识重新梳理一下 然后才能对吧 系统性的做一次次分享 然后所以从一月份 最开始监狱找到我12月底行不行 我那是拖到了一月份 然后拖到二月底 其实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最后这个是 就是今天没有介绍的内容 就是这个scheduling sender 就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目前在开发社区是比较 比较鸡肋 我感觉用数不是特别大 可能有人会用 我觉得未来他一定不是发展方向 那未来可能哪天都被干掉了 但是目前因为兼容性的问题 你暂时还留下 反正如果有用到的 如果听有哪位正在直播间的朋友 听到这个消息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该用别的方式 去实现KVS标题扩展 如果要不然到真正发生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痛 对 然后就是这个QA环节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可以散了 行 我看有人问到这个MIF阶段 弄的打分依据是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KVS 所有的所有这些打分 都是依据于 就是依据于一些 KVS内部的一些业务 就比如说 我们可以简单看两个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 那个even post spreading 他去打分 可能就是看这不同的分区中 我发到可以 没问题 这个PVD你们看不了吗 PVD你们看不了吗 我放到这个ASUS里吧 等一下我一个一个回答 这个有个link OK 行 这个MIF阶段打分其实就依据业务需求了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framework里面 简单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个叫做registry registry里面有所有的 所有的plugin 你可以看到 这是大图 所有支持的plugin 然后默认的plugin在哪来着 找一下 在这儿吗 默认的plugin 跑向式 算了随便看两个吧 比如说这个 nodefinity 然后pulldfinity 这有个scoring 这个interpol的finity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 反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根据 finity跟anti-affinity 是困难系中的一个概念 它就是pol的轻和镜 就是轻和镜 那可能不是一个就是硬镜的限制 然后 你肯 然后 这东西当然是我搞的 不是我搞的 这是我写的 不是我写的 这是谁写的 谁写的 ok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把这个方法材比较复杂 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 轻和性跟硬性 反轻和性 它不是一个硬限制 所以这样的话 就有这个打分的这么一个需求 就是说 可能某所有的plugin都有轻和性 这个轻和的飞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某些plugin上 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比较多 然后可能这个plugin就在 就不希望 更不希望部署在这个上面 就这么一个事情 比如说 evenplugspreading 他可能 比如说他多个分区 某个分区可能plugin可能plugin可能plugin plugin可能plugin多 他可能更希望去部署在 这些plugin少的地方 保证在整个集群中plugin的平衡 大概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scope你可以自己实现 然后 其实技术是个打分 你可以随便想想怎么做 毕竟都是扩展 抢占 这个等一下 我先说一下怎么参与社区工作 这个参与社区工作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我也说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吧 不能帮到你们 我参与社区其实最重要原因是有一次面试 然后当时有一个去年前年面试 我就有点记不清了 然后当时面试的时候 然后 然后那个面试官跟我说 说我们这边所有那个来做K8S的同学 然后都是了解K8S的原代码了 然后当时我想 那你们挺厉害 那我回去一定要看一下 然后虽然后来没去那家公司吧 然后 但是 然后还是自己 我觉得既然这帮人都看了 然后 那我一定要看一看 所以 我才开始去了解K8S的原代码 然后之前就是写了一堆K8S的原代码相关的一些博客 但是现在也不流行了 然后我第一个 第一个PR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水 非常非常水 第一个PR 你看一下 改了个什么东西来着 对 我改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我就改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就是用了 controller项目的一个filter active pose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方法 因为我刚才读了代码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这个代码 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然后我就 我就说 哎 这个代码 那我就给你改一下吧 然后我提这个PR 然后 合的还是挺快的 我当时没有想到 我说 嗯 我看我手怎么合的 看我这是2月15号合的 然后提的 然后 这我当时搞什么 这些什么搞什么CLA验证 然后搞什么 然后有人给我打O2Test 然后搞了一个 这把社区就这样了 然后那个LGTM 就是我看你的OK 但是我看你的OK不行 你还需要 这个对应文件的Pro 就给你的Pro 然后只有一个老哥给我Pro 然后反正我还过了挺长时间 过了 反正过了两周 然后我这个PR就被合订了 然后当时就说 哇塞 这可以啊 这PR太好混了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怎么能在开白色系 租更多的事情 然后当时就特意的去想一下 我看能不能做什么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后面做了这个改Type 你知道吧 这是我第二个合的PR 这事儿挺有意思 我看合的也还是比较快的 然后我改成什么 你看我就把这个NOT改成了NOTE 然后就合并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开源社区 没有大家想象的说 有多么多么多么难 或者多么这个复杂 我说参与课是有多难 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想做 就可以从这个顺便来做 但是啊 但是我一定要声明一点 对对对 别着急 你不要666 这都没有用 我跟你讲 不要天天提这种东西 提这种东西 你最熟悉项目来说是有意义的 但是 你真正对于自己去了解项目 包括你这东西 你真正你觉得 我如果真的就提了这么俩片 你觉得我会再跟别人说 我是K8S贡献者吗 我是不好意思说的 我好 我就改了两个这个东西 我好意思说我K8S贡献者吗 我肯定是不好意思的 对 我跟你讲 千万不要做这个天天来贴Label 就太扯了 然后你 就是你最开始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熟悉整个项目 比如熟悉工作流程 你可能需要熟悉我们整个CEI是怎么回事 然后熟悉我们整个 整个整个PR流程 但是你到最后你一定要想想哪些东西是我能做的 然后最开始有一个K8S社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你非常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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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方法叫 当然我没从这开始了 你们但是 你们但是 哎 没有了吗 啊 P-R 没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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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简单 还有这个 有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PR在哪去了 找不到了 对就fix go-link issues, failures 对这东西非常非常简单,超级简单 巨简单,这个我发到这里面了 当然那个那个看支援的朋友,你们可能就像自己找的哈 我不会贴代PPT,毕竟跟PPT没什么关系 然后 我看一眼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我理解,我帮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什么什么过程啊 就是首先你把信用下一下吧 然后你就修改这个点,go-link failure这个文件 你删一行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package里面有很多go-link的错误 非常非常的go-link的错误,然后你一个修 修完之后按它这个过程 12345,你就能提一个pr,然后这个下pr非常多 你看全是 全是这种pr,非常非常多 所以 然后你看我424个hidden items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说我这个东西不是贡献,我觉得这是贡献 尤其是 对购语言这个 对 我还有人说刷pr专用 但是这个你搞一两回就行了 你不要搞太多回 我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个习惯 就是很多人 他说自己是kys贡献者 或者说什么kys项目贡献者 我特意去查一下这个人 他到底提了什么pr 就说自己是贡献者 我到现在 我到什么时候敢输我自己是贡献者 我是真正觉得 我对这个项目做 还是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的时候 我才敢这么输 如果我这提了几个 什么 勾令的错误 或者改了几个type 我不会这么输 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些 那个入门的方式 然后想这个 大家都到这了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那个 这个之后再私下沟通吧 这个时间有点长 一个快一个半小时 然后简单说一下后面几个问题 这个存在多容器 引擎混合调度的情况 就是你的意思是你比如说你用卡container 或者G-visor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是吗 我如果理解的没错 我如果理解没错的话 是这样的 调度器 本身是完全不在乎 这个事情的 调度器看来 所有的东西 就是一node资源 但是 他关注上他关注的是 你POD跟node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有tend 或者有tolerations 然后 你如果想要去 使用这种卡container的这种方式 你是要去给它加label的 比如说你可能用POD清额的方式去做 调度器 是不关心这种 拓谱的 大概是这样 屋眼是 屋眼是不能 选择操作系统 但是你可以用 清额 Affinity就选择操作系统 但是你操作系统也是需要 需要就去运为人员手中标记 他也不是调度器 这个功能其实都不是调度器提供 可以展开说一下抢占吗 抢占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可以简单说一下 但是这个话题比较长 抢占目前目前来讲 我理解到的 抢占目前就是优先级抢占 就是高级阶级如果你是 系统级 Cuba System Critical的那个POD的话 它在资源不足的时候 你是可以抢占 低级阶级资源 然后 抢占的 方法 就在这个 Scarat Code 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然后目前 这部分代码其实也在 未来可能会改 所以我现在 讲的话可能也会 之后可能也会 有有变化 因为它可能会变成 Scarat Framework的一个调度的 Extension Point 帮助我们去 支持更多 抢占的方式 所以如果 你比较感兴趣的话 这个 我可以私下聊 或者说 我可以 告诉你这个哪个地方有 你可以私下去看一下 然后 还有什么 怎么 PBD 简单说一下 别的应该没什么了吧 直接提PR 直接对 这个 直接提PR 就可以 然后社区的 机器人会一步一步告诉你 你该做什么 你该做什么 但是 我还有一点 还是要 说明的 就是真的 真的不要去混PR 就是社区哪些人 今天 混PR 哪些人真正干活的 大家都记得说 心里是非常有数的 比如说有些人就是 每天混PR 每些人就提那种 Type 改什么东西 大家心里心里 都一清二楚 就是谁是混的 谁不是混的 心里都是非常有数的 所以尽量做一些 你就对你有帮助的一些内容 但是最开始你去做一些这种事情 我觉得 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 我对这也是这么过来的 你看我也改Type 对吧 改正东西 其实还是很正常 安全方面的东西 除了 超售比例 访问健全之外 还有 还有些什么 其中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事情 我其实不太理解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怎么做隔离吗 那个 MCK 对 OK 这个是这样 就是 如果从今天的话题来看 这个是 跟调势器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说实话 我觉得 稍微有点关系的 可能就是 目前社区里有一个东西叫做 那个多租户 我不知道你聊不了的 就是multi tenant 这个是一个正在 正在进行的一个proposal 然后它的目的就是做资源隔离 但是资源隔离 可能 也是 就是做这种 怎么说 资源隔离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Coinette 除了成为上bug之外 我觉得目前 Coinette有种 比较 有安全问题的 一个方面 就是 最重要 就是容器相关 就是什么 CRI 就是 Docker 那些内核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你 现在目前Google 搞什么GWiser 对吧 还有那个Color Container 都是为了解决容器安全 然后怎么去真正模拟一个 怎么做最小的攻击面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 访问健全 可能 可能 跟资源限制相关的 我们比较 比如说有那什么 Range Limit 有什么Resource Quota 但是跟安全 我觉得 稍微差 差一点 超售比例这件事情 我不太理解 超售比例指的是那个 QoS吗 因为 K8S本身是 不只是QoS 不是 K8S本身是不是 不支持超售的 很多有些公司 可能会实践一些 超售策略 把一个CPU当几个CPU卖 但是 K8S 本身是没有这种功能 就这更像是业务层一种功能 然后访问健全 其实就是那个 这个 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吧 就classthrow classthrow 超分 超分 我不太理解 就你的意思 就是说是超售吗 这个 这个房间权就classthrow 然后别的 就RBSE这套东西 别的就 没什么 我现在想不出来什么 需要房间权的东西 超出 CPU总数的分配 超出 CPU总数的分配 就是 我理解 就要不然就是你K8S里面调出quest limit 要不然你就 业务层自己做超售 说的是虚拟化了 这个 在VM层面 VM层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 Qualinted容器这块 我其实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清楚 这块我不是特别清楚 这块主要是 Cubelet相关的 Signal相关的东西 而且 工人类的社区内部 其实 它对特定容器 是没有什么偏好的 它都是 通过 CRI的方式去调用外部的这些容器 预行纸的 所以 它本身其实不太关注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更像 更是 这些容器提供方 关注的东西 OK 行 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现在时间也比较长了 OK 行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 今天先到这了 如果之后 各位 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 听我这么 说这么一个万小时 也希望能大家有些收获 可能 大家可能不会说这空气凋溪有多了解 但是 希望这个可以作为一个 对吧 引子吧 或者 然后大家能够有一个方式去了解开发底层的功能原理 包括我们从设计中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如果 各位之后 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 对吧 对吧 我之前说的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方式来联系我 我回复也是 也是非常快的 然后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这次 分享 比较满意啊 我今天废话说这么多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 问题呢 我今天就到这 好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